各位聽眾朋友大家好 今天要給你介紹 電修樓Y120的輸用方法 跟要注意的四項 輸用方法的插頭 先插在插座裡面 調整這個電修樓 出風靠的角度 再來,機到後面的 中開關要記得開 將會開啟之後 就可以開始輸用 是那個Power鍵 等於一秒以後出 會有一個聲音 就是開機 電源的那個機器的電池 就會倒起來 如果怕不記得開機 沒有設定時間 兩點鐘以後他就會自動開機 他跟你說要警告的 使用以後 開關器 裡面的風扇30秒以後 會停止運轉 這是機器的安全保護裝置 如果不需要使用的時候 請把機器後面的中開關 刺到零的位置 關鍵的中開關之後 才把插頭插 這個產品是我們一般家庭在用的 家庭以外 請不要使用 拼免灰災 電源請用百依賴的全用插座 要記得插頭 卡式插好 電源線呢 如果有破損 或是有那個靈靈的插座 我們請不要使用 不要說引起燒打電 或是說會清煙 再來就是注意說 我們在使用的時候 要放在有便的地方 頭卡有便的地方 不要到沙 或是說可以收起來的東西 放作火 放木質地板 或是容易刮傷的頭卡 如果在刮電檔的時候 就要注意 剛開始在燃 或是說等時間不在燃的時候 可能會清煙 或是有一個 臭味 或是塑膠味 這是正常的 使用一段時間之後 這個狀況就會不去 電源線 如果是白條的時候 請你不要使用 出門口 過濾網 或是有灰塵 有垃圾的時候 也請不要使用 使用 使用的過程當中 有聲音會出現 這不是派氣 也不是故障 最重要的是我們Y120 電修樓的使用方法 與注意的事項